起床後媽媽就說我想吃雪糕紅豆冰 然後還要買幾隻香蕉 因為平時我們都會在很短時間 一次超市就是買香蕉 她不買多一次她買三隻 以求新鮮一些 拜得久一點 總之就沒有儲存上出問題 所以我們都很勤去買水果 來不去她都是橙、蘋果、香蕉 買之前先去吃下午茶 一起床出門口都三點 雪糕紅豆冰 其實現在有些餐館都會作為一個兼密 包在餐茶入面 都是成本來的 有些是紅豆冰 有些就是涼粉紅豆冰 有些是雪糕 一個下午茶我們叫做雲吞麵 人一年多大了就會反到橫紅 就像太后那樣八十幾歲 她最近突然很喜歡吃紅豆冰 雪糕紅豆冰 這些小朋友、妹妹仔喜歡吃的 雲吞麵一上場 大家看到五粒雲吞麵 我平時在這裏吃 很多時都是吃的 牛腩拌麵 牛腩拌麵 給我吃吃吃吃吃貴了 由八個多 現在都是加價 試試這個雲吞麵 雲吞麵大家告訴我 我吃過沒有 有時去餐館多 我都不知道吃過沒有 有些狗黃 切斷在表面上 全部都是蝦 都很大咬 切斷麵 彈牙程度都很合格 這個湯挺好吃的 這個要讚這件事 就是雲吞很大隻 如果你知道現在 我們加拿大的肩膩 通常都是越來越大隻 正宗就是不正宗的 正宗是小粒一點的 但性價比這麼大隻蝦 真的沒法輸 證明到 原來我的是牛雜湯可 可粉見到是越南可粉 它應該都是雲吞麵的湯底 只不過是因為有牛腩的汁 那些味道下去的時候 就會加了少少牛腩的味 那麼 謬肚 爽口 可粉的份量 因為這個碗是斜 倒轉三角形的 我把麵給你看 我把麵給你看 有一點點醋在底 麵的口感都正常 大大碗 我想你 一定可以當雲吞廚吃 雲吞廚吃都沒問題 但是 這個雞翼 由那時候小吃3元 到現在是3.8元 雞翼算是大隻的品種 媽媽喜歡吃 媽媽喜歡吃幾個翼 我吃光光脫 想吃 板狗 我吃吃 一點點 南乳吃 厘米 粉不是厚 雞翼有多入味 這裏是四件 即是雞翼 光棍槌、雞翼 為之叫四件 三八八 吃完一輪之後 我的牛腩、牛雜麵 我吃牛雜河 我吃完 媽媽的雲吞麵 就吃剩這麼多 因為她真是主打來吃紅豆冰 我那個就吃剩這麼多 她就吃光了 我媽媽連一碗雲吞麵也吃不完 她說 你中間吃了東西 麵就打包它 其實麵 這些打包 真的不是好吃 回家就淋了 還有雞翼 雞翼吃了一件 有些朋友說 處長 你那天去李嘉誠喝茶 你一個月去兩次 你吃這麼多 悶悶悶 其實是這樣的 我這個不是一個美食介紹頻道 我只是一個 叫做多倫多生活日記 是記錄一些可以分享的東西 每日所做的東西 有些東西是去飲食 或者是維修 或者去旅行 或者去唱卡拉OK 打麻將 這些東西 並不是一個主打要介紹 叫一些新店 告訴大家 很划算 很划算 我中伏的機會 也一樣是有的 中伏我都會和大家分享 幫助餐館 每間都可以 所以這個是一個 每日的生活分享 並不是我 有心要找一些 很另類的給大家看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頻道 每個樓主都有不同的風格 我都認為是 大多數都是用一個 好像電視台拍攝模式 一個主持 然後介紹給你 你喜歡看那些 就看那些 大家在那裏拿得不同的資訊 對我來說 我只是拍攝每日遇到的東西 見到一些開心可以分享的東西 或者一些奇怪的東西 等於你樓下的那間酒樓 有些人可能是 一個月 不要說一個月去兩次 一個星期都去兩次 為甚麼? 近了 就是這麽簡單 先拍張單 這個是這樣的 電話地址 我們叫它牛澤麵 7.99元 媽媽雲梯麵 貴一點點 8.25元 雞翼四件有3.8元 3.8元 其實你真的抵食到酒樓 你酒樓喊這個 可能已經是一個 終點 可能已經去到6元 差不多 一個下午茶 很抵食 其實很好吃的 好了 去到這裏 22元7.5元 沒有小費 跟著我們就會去對面 買生果 好